好来看到拜登政府呢 在昨天同一天分派了访问团到两岸 一边的是据官方身份的气候变迁特使 前国务卿凯瑞 那另外一方呢 则是多年来的好朋友 前参议员陶德 这种两面都坚固啦 不刺激 不冷落任何一方的外交手腕 展现了有别于川普的老恋作风 好看到呢 美国总统拜登 他是派前的好朋友 前参议员陶德 帅团访问团来到台湾进行访问 那么总统参议员呢 在今天早上 在总统府也接见着陶德访问团 同行的包含了 有前国务卿阿米塔吉 还有史坦伯格 以及美国国务院 以及台湾协调处长白丹利 好这个访问团呢 在今天中午将会跟外交部长吴钊燮来午宴 接着下午会晤到立法院各个党委员 根据了解呢 陶德下午呢 也会到行政院来拜访行政院长苏贞昌 但是这项的接见并不会对位公开 好我们看到同一天的深夜 那么美国气候特使凯瑞 他也抵达了上海东郊宾馆 这是呢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所谓的访华的美方高级官员 将会跟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 来讨论美中气候合作的新机制 好看到呢 陶德来到台湾访问 但是呢一方面呢 还有凯瑞到了中国大陆去 但是共军还是继续的绕台 从今天开始呢 广东沿海实弹的军演六天 在4月15号到4月20号 南海跟南鹏列宇附近实弹射击演习 4月13号到4月17号 还有南海还有善围海风附近 同样在这个附近的海域 也进行了实弹的演习 不过我们就要回头来看到 陶德来到台湾的旋风来台之交 美国前参议员陶德刚下飞机 就和外交部长行手肘礼 陶德担任36年的国会议员 长期和拜登共事 拜登曾称陶德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次打着拜登亲友团的名号 旋风来台和蔡政府会面 外交部说这代表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但在一党说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让我们小声一点 我们好好地吃莱猪 卖一些我们不想要的武器 陶德仿台一再强调是非官方行程 但大陆宣布15号起 要送实弹演习给台湾 就在同时间 拜登也派了前国务卿凯瑞出访大陆 拜登两面讨好 有人劝台湾不要太自嗨 不要有太多期待 因为美国已经自己设了两个关卡在那里 一个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是非国外关系 一个美国的政策是 一个中国的政策 很担心 就是美国玩两面的手法 一面跟中国谈 一面跟台湾谈 然后最后从台湾 让台湾去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陈花天价买美方军购 立委曾踢报不仅如此 蔡政府还花千亿台币搞原外 政府给了谁 用在哪却说不出来 为什么不应该给我们这些细节呢 我想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因为这个部分 什么叫做讨论看看 你们今天来这里做专案报告 不就是应该要把更细部的资料 提供给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难道细部资料不应该公开吗 有这么样的秘密吗 陶德旋风访台两天 有没有政治交换不知道 台湾实质利益还没看到 唯一确定的是 大陆五天的实弹演习 冲着台湾而来 记者林信倩 徐国豪 台北报道